好 国际焦点再来关心的是 黎巴嫩真主党前领袖 纳斯拉勒9月底遭到击杀身亡之后 该组织宣布任命二把手凯西姆为新的领袖 自从前任领袖死后呢 凯西姆就成为代理领袖到现在 71岁的他是真主党创始人之一 1991年开始担任副秘书长 长期以来呢 一直是真主党接受外媒访谈的主要代表之一 他曾经在本月初 守住代表真主党表态 愿意跟以色列达成停火 另外呢 随着俄乌战况升级 俄罗斯总统普丁已经宣布新一轮的 战略核武演习了 俄罗斯这回是出动了陆海空部队 在该国西北部发射新型的 雅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同时在北极巴伦之海跟远东海域 透过核动力潜舰发射青舟 还有狼牙棒飞弹 国防部队此强调 飞弹成功击中了预定的目标 演习非常的成功 欧盟已经正式宣布 要对大陆进口电动车 开支最高35.3%的返补贴税了 这个返补贴税的期限长达五年 税率最低的是 特斯拉大陆厂的7.8% 最高的则是上海汽车集团35.3% 合计一般关税之后 最高将会高达45.3% 目前呢 欧盟跟大陆依旧是持续的协商当中 以最低进口价格等等的替代方案 来消除反补贴税 感谢观看